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青鸡也是美滋滋 不仅出了SP形态还正式上线了之前百贵罗伊典藏级的获奖皮肤 本期视频我就小小蹭一下青鸡的热度 给大家做一期青鸡传说故事结合剧情的分析 带大家一起全面认识一下青鸡小姐姐 青鸡原型是日本妖怪传说中因爱深恨从人类转化而来的妖物 遭到爱人的背叛 在痛苦与憎恨中变成了人手蛇身的怪物 最早在日本济州地区流传 后来鸟山实验的金兮百鬼十一收录了青鸡的传说 也是青鸡最著名的原型 蛇身缠绕在稻纯寺中上喷脱火焰 将中内爱人烧死的姿态 根据连百度百科都能查到的资料 青鸡尚未人时有两个僧侣前来家中借宿 其中一个就是长相蓝盐祸水或引击犯罪的安真 但是这个时候尚且为人的青鸡到底什么样子还没有定论 有说她是年轻妇人 看到帅气森女就想让对方给自己当老公 也有说出于安真时 青鸡还是个13岁小女孩 跟安真玩得来 所以想给她当老婆 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肯定更相信第一种 毕竟如果是13岁小女孩的话 喂 安真 喂 面对热情白给的青鸡 安真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你不能说要跟我好我就跟你好 作为僧人 把佛祖放在心中第一位才是正确的自我修养 虽然在日本当僧人和娶妻生子好像逼不冲突 总之安真十分感动 但还是推辞拒绝 但她这点坚持在青鸡的执念面前根本抵挡不住 取下了以后我会回来找你 这样的敷衍承诺后匆忙逃离 青鸡却对此信以为真 日复一日的等待着 当她终于意识到安真不会再回来时 她开始追击逃离的安真 一路追到道成寺 青鸡已经变成了人手蛇身的妖怪模样 安真最终还是没能从青鸡手里逃脱 藏身于道成寺大中中的安真 被青鸡发现 蛇身紧紧缠绕住道成寺中 青鸡喷土的毒物与火焰 将中外自己和中内的安真一起焚为灰烬 传说是这么一回事 但阴阳室在创作后的安真和青鸡 剧情走向截然不同 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在阴阳室中 青鸡是出生贵族家庭的鸡君 但父亲贪恋花皆流向 夜夜流连忘返 使得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从小耳濡目染了父母不幸婚姻的青鸡 对爱情失望透底 但一只只满载爱慕的传书纸贺 还是敲开了青鸡的心门 为了找到这位未曾谋面的心上人 青鸡折春花为世 盛装出游庙会祭典 却没能找到与他纸贺传情的那个男人 在晚宴上 风流沉浸的大名儿子投青鸡所好 谈吐言行 尽显暧昧之情 青鸡将大名儿子误认为是传递指贺之人 坠入爱河越陷越深 不料对方只是万花虫纵过 习惯性撩拨 短短几日后就和其他贵族小姐成婚 遭受打架的青鸡还未走出阴影 不幸却接踵而至 母亲罹患重病 父亲却依然流连花丛直至病逝也未见踪影 青鸡被接二连三的痛楚压垮 蒙发轻生之念 若是再次结束 那么留下的就只有人类鸡菌青鸡的故事了 但在青鸡写好遗嘱准备了却痛苦之时 只喝背后的那个男人 安真终于出生在了青鸡面前 安真的出现令青鸡大惊 继而大喜 但安真自称已死之人 要带到陈佛后才能回来迎娶青鸡 又让青鸡堕入了绝望的深渊 眼前好端端坐着的安真 怎么可能已经死了 陈佛之后了却俗念 看破红尘 又怎么可能回来迎娶自己 这一切一定是安真的谎言 这个男人只是想为自己开脱 大喜之后再次大悲的青鸡 没有去思考 为什么安真会在自己亲生之际出现 只将等待安真回来作为活下去的执念 可安真果然没有回来 早已一经安真满口谎言的青鸡 心生怨愿 人类的身体异化为人手蛇身的怪物 他发誓要复仇 让欺骗自己的安真付出代价 在那位大人的教导下 青鸡接受了变成怪物的自己 并为自己设计了以所谓 绞杀安真复仇的剧本 踏上了寻找安真的旅程 那么安真呢 他其实并没有欺骗青鸡 在与青鸡相见之时 他早已是魂魄之身 是在师父亲王主的放任默许下 维持魂体 寻找死后成佛之路 这才有了与青鸡会面 阻止其亲生的可能 但身陷情欲 斩不断情色的安真 终究与佛无缘 爱而不得 生死两个的苦闷 消灭了他的佛心 身在佛门却不得清净 安真魔障之气 日趋旺盛 最终化为了毁灭世门 道成寺的立魔 而当青鸡主决意除魔时 青鸡款款而来 在已成废墟的道成寺中 终于找到了他的安真 在青鸡眼中所见的 并非形同枯骨的立魔 而是昔日那个俊秀的 翩翩少年僧侣 他想践行自己的誓言 以蛇为绞杀欺骗自己的安真复仇 却又在即将得手的瞬间 退缩 犹豫 抽搐 他甚至觉得 就这样原谅了安真也没有关系 此为妖 彼为魔 又有何妨 但安真所化立魔 看清面前女子容貌之时 却慌不择路 只想逃离 青鸡满脸柔情 一套穿去变脸变成了狠力 蛇鳞将力魔缠绕 挤压成青鸡掌中玩偶 安真的灵魂与魔杖之气 一并被青鸡寄存于心 这就是他的选择 被他所纠缠之人 哪怕生死化魔 也无法逃出他的内心 青鸡不由叹息 把纠缠当深情 把战友当爱恋 此生此世 永生永世 你和他皆不得善终 而青鸡只是心满意足地 把玩着手中立魔 笑答 我从不后悔 最终青鸡主转身离去 青鸡继续端坐于道成寺废墟 后来 为了净化云外金碎片 而离开京都的勤迷 途经日高川 搭救青鸡主 结伴踏入道成寺废墟 此番妖怪退至名为 蛇谷复兴 爱的宗旧 爱的宗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